回到辦公室的楊姨妮 看著自己手入壁的單 雖然屋裡已經供暖 而且溫暖如春 但自己的內心 就好像包裹著一層堅硬的冰殼 無論內心多麼火熱 都難以化解 根據印檢的結果來看 想起那個時候 自己和老公同房的時候 這個嬰兒不是雷鳴山的 這樣就只能夠是冒嬰澤 這樣令到他沒辦法接手 但這個卻是事實 屏幕向下的手機 突然震了起來 這個是他的習慣 手機很少用到零星 因為他經常會走神 而每一次零星響起的時候 他都會嚇一跳 但儘管是這樣 他還是嚇到整個人都打了個冷枕 雖然不信鬼神 依舊是雙手合十 祈求老天爺這個電話 不是那個仆街打過來的 見到莫小如三個字在屏幕上閃爍的時候 楊姨妮實在是鬆了一口氣 什麼事啊 楊姨妮接了電話之後 很不客氣地問 因為昨天去和莫小如見面 但是莫小如放出去飛機 還在這兒耿耿於懷 啊 我就在你對面那間咖啡廳 出來聊聊 不用多久 楊姨妮講完就想吸電話了 楊姨妮講完就想吸電話了 楊姨妮跟著下來的一句 但莫小如跟著下來的一句 令到他如糟雷擊 差點就把手裡的電話扔走了 蛤 沒時間 那麼忙啊 無論多忙 BB仔的事還是很重要的 你說呢 你 你說什麼話 楊姨妮鎮著地問 唉 我說什麼楊局長的心裡很明白 我也很忙啊 我在這裡等你十分鐘 如果不來 那我就走了 莫小如講完就吸電話了 一口香醇的咖啡落土 純齒流香 當見到楊姨妮急急腳地走出辦公樓的時候 莫小如幫他點了杯白滾水 楊姨妮憂爆爆地 見到端坐在座位上的莫小如 恨不得拔出槍出來 砰了去 他拿著手機的手指 紙節都發白了 可以看得出是生氣到極點 一是就恐懼到極點 咳咳 又局長 請坐吧 這樣站著會被人發現的 莫小如勢聲地說 楊姨妮也覺得自己確實是失態了 於是就坐下 平復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望向這個滿世不公的友仔 都不知道他下一步棋是什麼 無論是自己還是雷明山 都曾經跟他過不去 這一點無論怎樣都是鬥不開的 說吧 你想怎樣 楊姨妮就問 楊局長 秘密被其他人探聽到的滋味 不舒服啊 不過你放心 我不是那種人 你的事 就只有我自己知道 不會告訴別人 況且 這種事你老公都不知道 我即使是知道 都不敢亂說 莫小如就試探著說 你這混蛋到底想怎樣 楊姨妮幾乎是咬著牙說的 以極大的毅力 克制著自己的憤怒來質問莫小如 這個時候的他 都不怕莫小如提什麼條件 而是想要他立刻提條件 自己的心才可以安定下來 因為無論是什麼條件 怎麼都可以想到解決的辦法 但是這一種被人等著決定命運的機會 實在是很不舒服的 莫小如沒有出聲 向他伸出手 楊姨妮不明白他的意思 猶豫了一下 才明白 他是要自己的手機 於是放在桌面遞了過去 但他都還未算遠 依舊是伸著手 楊姨妮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終於又將另一部手機給了他 本來以為 一切就到此為止 但猜不到莫小如就說了 走吧 跟我去一個地方 我們好好地談談 咦 去哪裡 楊姨妮自然是不會甘心受他擺佈 立刻就問 到了你就知道了 當然 你也可以不去 那你的問題 我就不要解決了 莫小如無奈感 鬆了鬆肩膀 楊姨妮不是沒有一些判斷能力 但目前來看 自己確實是沒有第二條路可以選擇 而且他現在 寧願選擇莫小如 也不可以就這樣等 因為等待的結局顯而易堅 但是莫小如說不定真的可以幫到他 於是更在莫小如的身後 起身離開了咖啡廳 莫小如在前 他在後 在離開咖啡廳之前 他眼看著自己的手機 被他扔了入門口的魚缸入面 哎呀 氣得牙都癢 這條臭小子實在太狡猾了 上了莫小如部車 他開車一路窒廁 還出了市區 看到路邊的方向指示牌 應該是向著宋城的方向去的 沒錯 就是宋城 在唐州沒有人不知道 宋城除了造假古董出名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是很有名的 這就是溫泉洗浴 現在已經到了冬天了 正是浸溫泉的時候 半個小時之後 莫小如部車 在一處溫泉道駕村道停下來 楊彥黎望向門口的牌就問 來這裏做甚麼 到了這裏 當然是浸溫泉 莫小如就笑著說 楊彥黎似乎明白了 莫小如的意思 但心裏卻是很無奈 這條小子不單是狡猾 而且經驗豐富 警惕性極高 莫小如沒有說話 開了兩間房 然後細聲告訴楊彥黎 可以在公共湯泉等他 楊彥黎生氣 但都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而且自己身上 確實還帶著兩樣東西 不單止可以錄音 還可以錄掌 自己的大樓的樓就是攝像頭 這個是警用裝備 他一直都很想贏回局 偷偷錄下關於莫小如的東西 這樣自己就可以有談判的資本 但想不到被他一眼就看穿了 先是在學校的花園仔那裏 講到關鍵的地方 他就停止了話題 然後就是爽約 再後來 再來到這裏 可以說這傢伙不單是膽大 而且為人極為精明 事到如今 再無退路 看著床上的泳衣 楊彥黎選了一件比較保守的 看著鏡子裡面的自己 他用手撫摸著自己的福寶 那裏有一個小生命正在孕育 而他卻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辦 雖然是公共湯喘 但是現在不是周末假期 所以大一大的池裡面 只是得莫小如一個人躺在裡面 舒服地閉上眼 享受著大自然燒熱了的水 好捨意 聽到腳步聲 但是莫小如連眼都沒有抹開 這樣令到楊彥黎放鬆了不少 至少不是那麼尷尬 但內心卻恨不得把這傢伙殺了 以解自己的心頭之痕 他敢在用這種方式羞辱自己 自己一個堂堂的公職人員 什麼時候輪落到陪一個小流氓 浸溫泉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聽到美人入水的聲 莫小如這個時候才睜開眼 在煙霧撩繞裡面 看到楊彥黎半折風滿的身體 漸漸抹入了水裡面 說吧 你想怎樣 楊彥黎今天似乎沒有其他話了 經常都在問這句話 事實上 他也只不過是想盡快知道自己的命運 但是莫小如並沒有出聲 而是靜靜地起床 一路滑水 湯泉的池雖然不小 但終於有滑到對面的時候 原來楊彥黎落水的時候 選擇了在莫小如的正對面 圓形的湯池 正對面就是來莫小如最遠的地方 你 你做什麼 莫小如都還沒靠近 楊彥黎幾乎就要喊出來了 你最好還是不要那麼大聲喊 否則真的會叫人過來 我們就要換個地方談 池裡面的水雖然很容易 但看到慢慢靠近的莫小如 楊彥黎忍不住有些發震 這個時候 他才意識到 自己上在這傢伙的檔 想到這樣 他突然想站起來離開這裏 但都還沒等到自己行動 自己的肉粥就被對方一隻手抓住 不要說走了 在對方的拉扯之下 楊彥黎一下就失去了平衡 而且離開了岸邊的依靠 一下就浸在水裡面 一個不小心喝了幾口水之後 他終於再次浮發出水面 望向莫小如的時候 發現他已經私私言地 靠在岸邊享受溫泉 你 你這個壞人 你想浸死我 楊彥黎拿著濕毛巾 打向莫小如 但被他一伸手 拉住了毛巾 手未一出力 就拉向他的胸口 楊彥黎豬不及房 竟然忘記了鬆開毛巾 被他實一實地抱在胸口 很想掙扎 但莫小如一句話 卻令到他 好像被孫悟空 洗了定身法 這樣 再也不能動 你想一輩子都被貓英雜控制 如果不想 就不要動 你動得越厲害 越是有可能被人發現 莫小如小聲地說 這個時候的他 感覺到人生之中 從未有過的尷尬 在同一個溫泉池 那麼大的地方 自己偏偏坐在這個男人身上 這個姿勢 真是有多曖昧 就有多曖昧 但自己還偏偏動不了 我可以幫你 幫你擺脫毛英雜 但你也要幫我 我說過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那個就是毛英雜 你和我都想去死 是不是 莫小如 不要以為你有些小聰明 就可以令他乖乖就犯了 沒用的 唉 沒試過你怎會知道沒用呢 再說吧 你以為只有我自己 傻奸奸地去搞毛英雜 從我的畫廊開業典禮上 你還沒看得出來嗎 毛英雜那麼多年來 不知道進退 絲無忌憚 他擋了其他人的財路 這樣 要是就把他吃進去的 吐出來 要是其他人將他整死 自己拿過來 你說他會選擇哪一個呢 美人如玉 而且自己就抱著 莫小如怎會有不尖剛的道理呢 在講話的同時 靜靜地把手伸向他的頭 那個是一個高高喚起的髮計 一枝好靚的髮簪 插在頭髮上 你一切 看下去似乎沒什麼 但莫小如 扔下那枝髮簪的時候 也都把楊燕尼推開了 一頭受髮 就這樣散了下來 裁著楊燕尼的一聲驚呼 莫小如將那枝髮 咬成了兩指 髮簪裡面的導線還在 但已經停止了工作 莫小如沒向楊燕尼就說了 吐 現在的警察都這麼敬業的嗎 連女局長都親自出來 和犯罪嫌疑人做交易 他就這樣散了 溫泉裡面的水墓 令到他滿面紅韻 也掩蓋了他的尷尬 咬了咬嘴唇就說了 我還是信不過你 我敢是自保 這件事非同小可的 既然楊局長不信我了 那我也沒辦法了 你走吧 我再浸一會 莫小如說完 楊燕尼聽到根本就沒走 卻是靠向岸邊 亦都享受了起身 既然自己最後的手法都被人看穿了 自己還有什麼好依仗呢 只能夠走一步看一步 聽到水聲 微抹開眼 楊燕尼就知道莫小如在這裡靠緊 一抬腳 在水面下面 阻止莫小如的進一步靠緊 有什麼話在那裡靠就行了 沒必要靠得那麼近 莫小如跪在湯池裡面 看著空前的水面下 一隻小巧玲瓏的腳 因為水浸的緣故有些發白 結結實實地踩在自己心口 楊燕尼本來打算閉上眼 但等他接觸到對方真實肉體的時候 發現沒有了夏文 那些人呢 於是就抹開眼 看到莫小如正在蹲下頭 看著什麼 嚇到立即縮回去 但是被眼疾手快的莫小如 一下就撈住了腳 楊燕尼爭扎了幾下 無論如何都爭脫不了 而這個時候 莫小如乘機靠了上去 唉 既然你都不相信我 我還是想了個辦法 令到我們可以互相信任 莫小如慢悠悠地說 什麼意思 楊燕尼看到莫小如 得意地在笑 就問 我來做你的情人算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互相信任了 莫小如不知廉止地說 蛤 鬥了半天 你也在打這個主意 莫小如 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就更加不可能相信你了 因為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楊燕尼生氣爆爆地說 哦 那雷明山呢 你給我閉嘴 你如果再提他 我馬上走 楊燕尼面上的露容 沒有令莫小如收口 因為他明白 無英雜的事 一定要楊燕尼配合 否則一切都是白搭 只有楊燕尼 才是最了解無英雜的 哦 那好吧 你不讓我提他 那無英雜有沒有提過他 莫小如一伸手 捉著楊燕尼的肩膀 令到他動都動不了 純復一隻動物的難度很大 而要純復一個人 難度卻小很多 因為他們是同類 更加懂得同類是怎麼想的 你 你這個壞人 哈 我是壞人 但我是在幫你 我知道 你有了無英雜的BB 而你現在不敢讓任何人知道 包括無英雜 是不是 我還可以跟你說 如果這件事被無英雜知道了 你也是得過死的 慕正琦才不想有人跟他爭計成權 明白了嗎 無正琦會想盡辦法來殺你 當然 在這個之前 很可能切個圈套被雷明山不知不覺地消失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快點來訂閱點贊分享 還有投票啊 莫小魚 我還沒想到 莫小魚可以感覺到楊燕尼的身體在發疹 老實說 莫小魚這個時候並沒有想過一下就搞定 這樣就太沒意思了 想想之前這個女人跟她老公雷明山對自己做的事 她有很多時間慢慢來 當然 你可以慢慢想 我不逼你 但既然要合作 就要真誠一點 好像那種偷拍綠雀的事就不要做了 這裡就是我們以後見面的地點 我希望大家都坦誠一點 好不好 好嗎 莫小魚講完就鬆開了楊燕尼 不是心甘情願 沒有意思 而且莫小魚篤頂 他沒有其他的後路 而且他說的也是事實 如果被莫英澤知道了 說不定會被他生個小孩出來 但一旦兒子生了出來 那就真是不可以再收回去了 雷明山會甘心做一個歸功嗎 既然是自己的兒子 莫英澤 肯定不會就這樣放棄 那莫正奇怎麼辦 他會甘心 有人來分自己的財產嗎 其實即使沒有你 我們一樣會對付財英澤 我只是想幫你一下 你也幫我們一下 要財家的那群混蛋 早日去見閻王爺 不是更加好嗎 莫小魚巡巡善友 你想我怎樣幫你 你又怎樣幫我 楊燕尼終於回過神 就問 很簡單 很簡單 我想知道財英澤的一切 還有 你和財英澤 是怎樣搞在一起的 你恐怕是幫不了我了 楊燕尼好像想起什麼 眼淚止不住的開始流下來 抬手想要抹眼淚 但面上全部都是水 哦 怎麼說 莫小魚就皺起眉頭了 想要得到楊燕尼的幫助 必須要給他足夠的信心 眼前的他 彷彿又回到了原點 對財英澤的恐懼 再次令他退縮 無論財英澤是生還是死 都沒辦法解決問題 他每次都會錄像 不知道錄了多少 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懼裏面 如果那些事曝光 我也都只能夠去死了 楊燕尼無奈地說 你只要相信我 我幫你拿回來 你以為只有你想到 可以在網上定時發佈 楊燕尼好生氣地望向莫小魚 我知道 但你應該調查過我吧 我被唐洲科技大學開除之前 學機是計算機 玩的也是技術 所以現在可以幫你的 也只有我了 信不信由得利 他食硬揚煙來 不敢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 無論是自己最親的老公雷鳴山 還是自己的部下 都不可以讓人知道這件事 除了這個意外闖入的莫小魚 莫小魚沒有在這裏等他回覆 起床披上肉筋就上岸 我還有事要在宋城留一段時間 知道你忙 你打車走了 想好之後 發條短訊給我 寫一就可以了 到目前為止 莫小魚段定楊燕尼無路可走 但都不敢肯定 他就一定會接受這個建議 種種的跡象表明 無英澤對他的調教 不止一日 而且效果很成功 至少楊燕尼在骨子入面 是怕他 幾乎是喪失了反抗的意念 如果不是這次意外華孕 楊燕尼恐怕一輩子都會就這樣沉淪下去 肉體上當作是無英澤的活物 而在工作上 則是為無英澤的企業保駕戶行 宋城的瓦當街 依舊很忙碌 南來北往的商人 都是對著這道仿造精美的古碗而來 莫小魚穿梭其中 望著各家店入面的古碗肉器 深想 哈 這些東西過了幾百年 全部都變成古董 人活一世 草木一秋 都是顧好自己眼前的 誰會想到那麼遠 木老闆 在忙什麼 莫小魚走入木茂財的店 看到明清家具的店面入面擺滿了家具 老闆木茂財正帶著客人在那兒看火 哎呀 哎呀你終於來了 來來來來 屋裡邊坐 木茂財招呼伙計去接待那幾位客人 自己就帶著莫小魚去了校園的廳堂那裡 生意很好 還可以了 算過得他 都是仿造的 買個木頭錢 不值得多少 對了 去看一下你要的東西 他恨不得莫小魚 立刻把那張拔布藏拉走 再不拖走 真是留不住 好了 最近又有什麼老爺 最近沒有什麼老爺 那些東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木茂財就說了 莫小魚點了點頭 本身想著問一下上次那條基案 到底被誰買走了 但是又一想 這個是屬於商業機密 自己問了木茂財如果別人不想說 自己也沒有人 再說 自己和木茂財都沒有屬到那個地步 跟著木茂財去了倉庫 看著放在正中間的那張拔布藏 莫小魚聞了聞 已經沒有什麼油漆的味 莫老闆 你也不用問了 這些不是油漆 而是七樹上面 原汁原味的自然液體 放肆放草豬 比油漆還要好的 還沒有任何的味道 你無論如何都要盡快拖走 再遲些 我怕是留不住的 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都想要 木茂財很圍蘭地說 莫小魚望向這張拔布藏 如果拉上床圍 那就是屋中之屋 莫小魚跳上去 在床頭和床尾出力地搖了幾下 民思不懂 紮實的工夫可見一般 這張床是用古代的方法製造的 沒有一粒現代的鐵釘 連接的地方都是蠢蠻結構 越分越紮實 絕對不會出現噱噱聲 木茂財很自信地說 這個我相信 不過木老闆 這件事做甚麼 莫小魚指著床頂 正中間一個突出的大木環 看得出來 床頂的這個木環 是一條極粗的橫樑作為支撐 即使是一二百斤的人 上吊都沒有問題 顯然不是掛燈之類的用途 那件事 我都不是很清楚 我見過明代的拔布床 都是這個結構 可能是為了吊著甚麼 亦可能是為了一個人 木茂財說到這裏 不好意思地笑了起身 莫小魚看著木茂財的笑 再望了望頭頂上邊的木環 不由得說 哈哈 木老闆你行呀 做得不錯 不過還要放幾天 我那裏正在裝修 你拆了去不是就行了嗎 反正你運去唐州也要拆 唉 那行了 不過你快點 對呀 即使是拆了 我都沒有地方放的 你看看這裏 哪裏還有地方 木茂財指著這間屋 咦 那樣是甚麼來的 莫小魚指著長角的一件事就問 本集就到這裏結束了 這裏結束了 在這裏結束了 我還是要拆了 是 在這裏結束了 我要用一個人的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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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